这个视频我来教你一类新的方法 不需要求前映像盒的表达式 直接用图像保定它的最值 你已经学过 等差数列的前映像盒可以写成 SN等于AN方加BN的形式 并且2A就等于公差 发觉没 只要公差不是0 这个SN就可以看作二次函数 不过这个二次函数有两个特点 第一 S0一定等于0 图像肯定会过圆点 第二 SN所代表的是这个图像上孤立的点 不是一整条曲线 现在你就知道 如何用图像来看待等差数列的前映像盒了 接下来我就教教你 如何用它来搞定题目 先看这道题 已知AN是等差数列 A1等于3 S3等于S7 让你求前几项盒最大 这道题 你当然可以想尽办法求出前映像盒的表达式 不过这显然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这个视频咱就用图像试试看 先画出SN的图像 肯定得过圆点 因为A1等于3 所以S1也等于3 标在图上就得是这个点 既然过这两个点 所以图像要不就得画成这样 要不就得画成这样 条件又告诉你 S3等于S7 显然画成这样肯定不成 要让S3等于S7 显然得画成这样才行 现在你就画出了SN大致的图像 虽然SN是孤立的点 但是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图来研究大致趋势嘛 看这个图 答案是不是很明显了 显然SN就在这儿取得最大值 发现没 这个点对应的值就是3和7的终点 算一算 9等于5 显然S5最大 所以数列一定是前5项盒最大 怎样 画图来找最值是不是很机智 以后再碰到这种题型 你就画出SN的大致图像 看图找到最值就行 刚才这听你明白了 我把题目再变一下 你看看还会做吗 把这的S3等于S7 改成S6等于S9 还是问你前几项盒最大 别觉得没区别就开始激动 咱还是看看图吧 因为S6等于S9 显然大致图像还是这样 发现没 SN的最大值还是在顶点处取得 这个点对应的值就是6和9的终点 显然就是7.5 所以S7.5最大 等等 这儿有点扯 7.5可不是整数 发现没 S7和S8都是最大值 它俩一样大 所以这道题有俩答案 前7项盒与前8项盒都是最大的 是不是有点诡异 咱研究一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想想看 一直加到第7项和一直加到第8项的盒一样 哦 那不就说明A8一定等于0吗 看来 只要数列中某一项是0 那么SN就会在两个地方都是最大值 以后再遇到这种提醒 如果画出图来 对称轴不是整数 而是几点5 那就说明 SN在它左右都是最值 并且数列中有一项一定等于0 好了 就讲这么多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如何求前N向盒的最值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转化成图像来分析 如果对称轴是一个整数 那SN就在顶点处取得最值 如果对称轴是几点5 那就说明SN在它左右都是最值 好了 本姑娘就讲了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